下雪了朋友们,荒野打造小木屋,我们的小木屋就搭建在大县岸岭边上,这里有很多野生动物出没,今天呢我们准备每个大了 我们的小木屋就搭建在大县岸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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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那边太冷了,净 Sasuke小木屋 Bodie provide ski 雪越下越大了 我这个小木工也太暖喝了 现在外面零下12度 我屋里的温度是零上20多度 咱们的炸烂已经弄完了 留了两根柱子 本来想做个门艇 你们感觉留的好看 还是说给它锯掉好看 刚才看了一下天气一暴 我们这连续几天都有雪 现在我们准备出去 把水给打满 然后把车上的电充满 过来打水的朋友们 很多人们我们俩在哪打水 今天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平时取水在哪里取 然后呢今天带了 大概能打个200斤水 打完一次水 最少我们能用一个星期 我们就在这里打水 这里面的水是三千水 是从山上游下来的 而且这个水非常的好喝 底下30十度这个水也不动 一直流着 走现在我们车里电也没有了 准备去找个充电座充电 南二三室内了 找了一个充电庄 把我们车里的电充满 我们车上的电 也能用一个星期以上 然后还有一个两栋电的户外电源 我们车里一共有14个的电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用电无忧 电已经冲上了 现在已经快两点钟了 我们定了两个小时以后的闹灯 等电冲完以后 我们就回营地 现在准备睡觉了 关灯